打高爾夫欲玩命球車 負傷半身癱瘓 明明只是打個高爾夫球 怎麼會演變成一場 癱瘓重傷的悲劇 坦坦48歲的無心負傷 千年到南報高爾夫球場打球 明強到當時一名女甘地開球車 在她經過一處下坡彎道 意思因為未減速過彎 她竟被甩出車外 落地時頭顱左半部重創 當場失去意識 右半身也因而癱瘓 還能開三次 她後面不是有多久時間 快二十幾天 二十幾天都在加護病房 經過了多次的手術 復健仍然有癱瘓 失語失意等症狀 也無法再工作 那到現在根本完全 完全不能在我們這個家庭 或者工作上有任何的 也讓我任何的表現出來 她根本完全不可能 她連講一句話都講不出來 想不到業者竟然編稱 是她自己疏忽衰落 甘地也被正式員工 依次謝則不願賠償 居住都完全沒有配合 公共意外情的出現 居住一直主張 就說那什麼沒關係 訴諸死法後 刑事部分業者及甘地 被以業務過失罪起訴 不知道怎麼辦 那時候她自己賠償 你不知道 不知道 我就在看 民事部份台南地院 則判需合賠一千零九十二萬 並且在前天到球場張貼公告 強制執行不動產查封 董新聞綜合報導